針對海集會董事長鄭文燦 因為涉灘儀式遭到羈押禁見 總統賴清德今天沒有公開行程 但卻出席了台南灣里教會 長老渡水泉的追思禮拜 面對媒體喊話 賴總統也罕見停下腳步來回應 一起來聽稍早訪問 說重話要司法單位誤網誤縱 也強調訴貪是當前的重要工作 而目前桃園地院是裁定鄭文燦 以500萬元交保 並且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 可以看到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在500萬元交保之後 是直接的被帶出了桃園地檢署 那稍早的時候 其實是他的律師來到了現場 來幫他準備好500萬的現金 來辦理交保 那離開的時候 鄭文燦是面對任何的提問 面對任何的提議 都是沒有講出任何的一些狀況 而且律師也在旁邊不斷提醒說 法官有交代不能交代任何的地結 隨後就是完全沒有回應的直接上車了 那整起事件就是鄭文燦 疑似是在擔任桃園市長期間 是有被發現說 疑似是有和林口的一处科技園區的 一個土地開發案 有相關的一些涉案勘工的一些狀況 疑似是有收收這些錢的部分 因此是檢調是經過一年多的收證之後 昨天來約談了鄭文燦 但不過他是時空博人的案情 在昨天傳出到約談之後 他就扣給律師來發表聲明說 自己絕對沒有做出任何不法的行為 但是從這個檢調的調查結果來看 他被林口人交保恐怕是有一些涉案的狀況 但至於涉案情節到底如何 到底有多嚴重 而且是收收誰的錢或者是 處理哪些廠商可能都要在持續的調查 才有辦法理清真相 向我們交交最狀況 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 你們趕到 何時報徐帶來關心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在昨天是涉嫌在之前的時候有貪污案 因此是遭到了約談 並且是轉列為被告 而且是才被申請擠壓禁見 但是收保的時候是裁定500萬元來交保 不過是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的 目前是已經有一些相關的人 來到這邊來進行辦保 不過整起事件是鄭文燦 在任職桃園市長的時候 疑似是有從一處土地開發案 從中來收賄 並且是有貪污的狀況 因此才會一連串的動作來約談 不過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狀況 以及涉案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目前都還要再一一的釐清 不過可以清楚知道說 其實這整件事情 在去年检方就有動作 在昨天的時候 才是正式地來約談鄭文燦 不過涉案的情節到底有多大 以及到底有多少人涉案 傳出說有企業的高層 也是有涉案的狀況 但是具體來說 究竟是有多少人涉案 目前都還要再一一的釐清 不過鄭文燦遭到約談 並且是申請擠壓的消息出 是震驚了各界 至於說到底有多少企業 甚至是有多少人有餐伙在其中 甚至是不是真的鄭文燦 有一些收賄的狀況 都還要一一的來釐清 要等到檢方是持續調查 還有沒有其他共犯 或者是其他的證據要調查 才有辦法來一一的確認說 到底鄭文燦可能是涉及了 哪些弊案 涉及了哪些貪污的狀況 以及到底是收了多少錢 又是誰把這些錢交給他的 而出錢的人又是誰 是不是和後續一些開發案的結果 有著比較緊密的關聯 都還要再持續的一一的來釐清 以上我們找到清楚狀況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疑似涉涉嫌土地 弊案貪污 昨天遭到約談 今天凌晨就被深壓 而關於到底是哪個弊案 桃園市長張善政也出面表示看法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市長透露先前市府人員就已經有配合 檢調調查相關資料 也提到這個公武工業區的擴大方案 本來是由市府做區段徵收 但東側部分地區卻是由地主自行重劃 要讓這個地主自行去做重劃 這個對於土地的徵收來講 是比較少進步 所以大概這個是我了解 檢調因為是想要細部了解的項目 雖然最後因為這部分是農業用地 沒有通過但詳細的細節 檢方還是得要釐清 因此才會約談鄭文燦 同時在今天早上11點半 也已經開積壓庭審理 桃園前市長先任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鄭文燦疑似涉涉貪污 避案昨天被桃園地檢署漏夜偵訊後 今天凌晨被生壓禁見 桃園地院預計今天將會召開生壓庭 對此民眾黨立院黨團總召黃國昌 也出來講這件事情 他認為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在任內針對土地開發案 有非常多令人質疑的點 現在聽一下他怎麼說 鄭文燦是桃園市的前市長 也是行政院的前副院長 那是目前海基會的董事長 那鄭文燦在他擔任桃園市市長的任內 其實他涉及的土地開發的弊案 有好幾件 那我們目前沒有辦法確定 檢方是針對哪一件在偵辦 無論是針對哪一個案件在偵辦 檢方都應該要徹查研辦 勿網勿縱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同時 鄭文燦作為民主進步黨 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 針對這件事情 另外被問到這是否是民進黨黨內鬥爭的一環 他說不用什麼事情都看得太政治 但他有呼籲身為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賴清德 應該要來嚴肅面對這件事情 電子看板上只有一筆夜間生涯的案件 案由是貪污罪嫌 而被告是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鄭文燦卸下市長職位後 現任是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 5號晚上遭桃園地檢約談 經過漏夜偵訊 今天凌晨因為涉貪污罪嫌 遭到檢方生涯禁見 人們預計早上11點要開庭 不過有可能延後到下午 而對於到底是牽涉什麼案子 目前傳出與土地開發有關 不過陶人地檢署對此完全不回應 只發出新聞稿證實 並提到鄭文燦涉犯貪污制 對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對於植物上行為受惠等罪嫌 目前人已經被移送到法院 等待開生涯庭 據了解疑似是因為鄭文燦 在2015年涉入的土地弊案 而檢調已經調查多年 但確切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